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您正在收看的是为富士用户特别制作的栏目 富士开小灶 第一次来的小伙伴 别忘了一会儿回去再把前面的内容给补上 顺便点个关注 今天咱们聊一聊敏感话题 这些内容也是留言和私信当中比较集中的话题点 咱们来个一锅会 根据我自己过去的使用经历 给大家总结出了富士相机的9个缺点 或者说是弱项 这些问题也许可以解答您对富士相机的疑惑 同时也会给出我个人的解决方案 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尽管富士相机在最近几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品牌 2022年刚好是富士X系列的10周年 今年势必会有大动作 咱们拭目以待 其实每台相机它都存在着自身的优势和缺点 了解了之后才能够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特别是它的缺点 因为这些缺点它限制了这台相机在某些领域的发挥 但是这些缺点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每个行业当中都有着特立独行的摄影师 用着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工作着 如果能够接受以下这些缺点 或者说您所拍摄的题材当中 很少触及到它的这些弱项 那么这些问题也许对您来说都不是事 总之了解了缺点 剩下的就都是优点了 再来考虑要不要购买富士相机也不迟 方法第一个想说的就是传感器尺寸 画幅重要吗 我认为这个因人而异 在2022年的今天 画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这和五年前的局面完全不同 主要还是看使用的领域和它的目的 以及每个人对价值观的不同判断 总体来说 如果您不常打印超大尺寸的印刷作品 那超大尺寸是指 比我这个27寸显示器还要大的 并且您不是每天都在暗光的环境下拍摄 那么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 小小的APS-C画幅还是够用的 足以应对日常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任何拍摄需求 我呢平时分享在Instagram上的照片 其实大家也分不清是中华幅还是XT3拍摄的 是不是 所以在硬指标上 我认为富士呢 还是在鸡鸽线以上的 并且还能有不少的加分 但是在软指标上 确实呢 也存在着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那要不是小伙伴私信跟我讲了一些故事 我还真没意识到 会有这类的问题存在 比如说如果您是喜欢 搭帮结果初期玩的性格 那么富士相机由于市场占有率比较低 您呢也许无法享受与周围朋友 共用镜头的便利 那除非您的朋友啊 也都是用富士的 或者呢您喜欢参加某些群的活动 在群拍的过程当中 也许呢会感觉到被孤立了 那针对这几种情况 富士相机确实不是那种 让您还没开始拍照 就能有优越感的机型 解决方案没别的 换个朋友圈吧 话呢又说回来了 要说就是咱自己玩 不知道其他富士小伙伴们怎么想 反正我呢觉得我这几年 自己玩了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厂商 开始为富士X卡口设计镜头了 但是呢这也只是刚刚开始 目前可以使用在X系列机身上的 超广角和超长焦镜头的选择呀 仍然非常的局限 那超广角呢它就只有原厂的8-16球面镜 并且很贵很重 用的人呢寥寥无几 大众版的1024两代的素质啊 都比较的平庸 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变焦镜头 图个方便吧 其他富厂的选择呢 也并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是手动镜头 缺乏高素质大光圈的超广角 所以在星空摄影方面呢 富士用户目前仍然比较困惑 超长焦方面啊 富士今年将会推出150-600 素质跟价钱 能否比腾龙试马 通焦段更有优势呢 还是个未知 估计啊得到今年年底 才能知道答案了 当然镜头群问题 可以使用转接环 转接其他任何品牌的镜头来解决 但是呢 这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功能搭配 等使用问题 所以比较麻烦 我呢 更倾向于使用这种原厂卡口的镜头 虽然超广角和超长焦镜头群 是富士比较匮乏的领域 但是目前中间焦段的选择呢 还是挺多的 我呢 也是觉得够用的 如果说买富士相机 就是图它长得好看 那么就不得不说一下 镜头和机身搭配的问题 富士相机大多数的机身啊 它都偏小巧 而富士镜头群当中最高素质的镜头 往往都是又大又重 装在任何一个机身上呢 都会看起来比例不是那么的协调 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往往呢 您这个手握的不是机身 而是镜头 口径大的镜头啊 它还可能会超过相机底部的边缘 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呢 会有那么一点倾斜 相比体型普遍偏大的变角来说呢 定焦镜头会和富士相机的机身搭配起来呢 要更为协调 也会更好看 但是对于只用变焦镜头的我来说呢 就必须要牺牲掉这一点了 所以选来选去啊 我都没有办法放弃我这个1655 给它换成定焦 只能接受它的重量 毕竟变焦镜头实在是太方便了 那以上这三个问题呢 都是硬件方面的 是购买前您就可以显而易见 能够看到的差别 那下面呢 咱们来说一说 只有您在购买之后 真正使用过一段时间 才会发现的问题 所以买之前呢 最好也了解一下 富士相机在回看的反应速度上 比较慢 也就是说拍完一张照片 马上按下回放的按键 那它会读取一秒 才会显示出照片来 快速左右翻看下一张呢 也会有短暂的延迟 当然这和内存卡的读取速度啊 也有影响 但是总体来说呢 它比我用过的其他相机 都要稍微的慢那么一点 这个问题呢 会体现在当年拍摄的题材当中 是需要快速反应的时候 会觉得它还不够快 例如活动和婚礼等 记录类的商业摄影啊 都是需要快速抓拍 马上回看 然后再继续拍的这么一个题材 慢一秒呢 就有可能错过下面重要的内容了 而我目前拍摄的城市风光和旅行题材啊 完全没有这个需求 一点不着急 针对这个读取速度的问题呢 我的解决方案是拍摄RAW加JPEG 两个格式 那将它们分别存放在两张不同的内存卡里 回看的时候 只读取JPEG的这张卡 那速度啊 可以提高不少 但是如果您这个相机只有一个内存卡槽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呢 一直推荐大家 如果您是准备去接单的 那么一定要买双卡槽的机身 目前除了富士XT4采用这个最新的大容量电池之外啊 其他所有型号都是用的老式的W126S的电池 那如果是外出旅行 一整天都在不停的拍 至少需要三块电池 我平时一天大概平均拍300到500张 差不多用两块电池 偶尔需要第三块 拍摄视频的掉电速度啊 要快很多 连续拍摄半天 这三块电池就都能用完了 旅行的时候呢 我建议您在不拍的时候呢 随手关闭相机的开关 这样做呢 可以节省不少的电量 因为五反相机 它的取景器和LCD屏幕呢 都是比较耗电的 待机情况下 也是会掉电的 那目前我除了会带三块电池之外呢 移动电源 也是可以解决临时没电的续航问题的 它也是拍摄视频的时候 最主要的续航工具 要知道这个移动电源啊 可比这个富士原厂的电池都要便宜 那也可以解决偶尔忘了充电 或者是不能充电的情况 比如说上次拍红叶就忘了带这个充电底座了 全程就靠我这两个移动电源 富士相机在拍摄高帧率的视频的时候 是在原有尺寸上再次裁切的 裁切比例为1.18 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模式左上角呢 它有一个标志Crop 1.18X 也就是说当镜头焦段没改变 将相机切换到视频模式 就变得没有照片模式看到的那么广了 那当我使用16毫米焦段去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那实际上使用的是18.88的焦段效果 而不是16了 那其实它的差别呢也没有特别的巨大 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呢确实也有点不适应 时间长了呢也就不再计较了 所以当您在拍摄高帧率视频的时候 不要用照片模式去构图 而是先切换到视频模式 然后呢再构图取景拍摄 在放大照片的时候 特别是树叶或者是细小的线条呢 会出现色块上的效果 那这个现象为大家亲切的称为涂抹感 这个问题呢 目前可以通过Lightroom当中的增强功能 和使用Capture One解析RAW文件 可以得到轻微的改善 但是呢也没有特别巨大的变化 我认为涂抹感终归呢 还是传感器的尺寸问题 在APS-C传感器上能够记录的细节 比较的有限 那么这些极为细小的内容呢 就记录的不太完整了 这在我之前发过的对比视频当中 可以明显的看出画幅对照片细节的影响 但是别忘了 这些细节是在放大到100以上才看到的 而大多数时间我们在手机和网页上看到的 都是缩到很小后的 所以涂抹感在小尺寸的时候 是几乎看不出来的 如果用富士中画幅去做对比 那不得不承认 我这台XT3的噪点确实要多了一些 但也正是和中画幅去对比 我发现它的噪点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在对相机自身性能过于依赖的今天 我们是否忽略了摄影当中 两个重要的因素 时间和曝光 好照片是需要计划和等待的 那如果硬要在夜里11点拍摄 还要在后期调成蓝光时段的效果 又或者是手持相机使用大光圈来拍摄夜景 那么噪点问题不言而喻 所以暗光环境的好朋友是三九价呀 所以只要拍摄的时候 相机参数设置得当 曝光正确并且在适当的时间去拍摄 那么以我个人的拍摄经验来说 富士相机的噪点控制可以说真的没有 那么糟糕 至今呢我只遇到过航拍的那一次 需要使用很高的ISO来拍摄 噪点和细节的问题 通过后期呢得到了一些修正和补救 我呢也打印了几张当时拍的照片 打印大概到A3这么大吧 细节我认为还是能接受的 比我想象中又好很多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的时候啊 琢磨了很久 我猜测它的意思呢是说在拍摄视频的过程当中 相机会自动的变换焦点 拍出来的画面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 找不到该合胶的对象 那这在拍照片的时候呢 咱们叫它拉风箱 我呀偶尔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但这其中有几次呢是因为我自己错误的设置了相机所造成的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呢有可能是对焦模式 对焦范围以及人脸识别这几个设置 它的组合搭配不合适 还有呢这个对焦问题 多数呢也会和拍摄的环境光线有很大的关系 要么是太暗 要么曝光没有规律 让相机没有办法自动的去判断了 那也有可能是画面当中 人脸太多了 识别不过来 所以这些过于复杂且苛刻的条件下呢 咱果断使用手动对焦是最保险的 不然那些手动电影镜头和跟焦器是干嘛用的 所以呢抽搐的问题 我认为呀并不是相机和镜头本身的错 而是相机设置和环境所造成的 或者说呢咱不能百分百把这个帽子扣在机器上 复视不应该背这个锅 也许会有人说那用手动对焦拍摄还要自动对焦干嘛呀 我的答案呢是在合适的环境中用适当的模式去拍摄 在机器无法完成的时候 靠咱们的智慧和技术去拍摄 达到真正的人机合一缺一不可 在购买富士相机前呢 我使用了十年的佳能5系全画幅 因为种种原因最终结缘富士 也算是给彼此一个机会吧 它也许有着很多的缺点 而我自己呢也并不完美 在共同经历过的这三年半时间里呢 我和我的富士相机一起留下了很多美好的 旅行会议创作出了让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在未来呢还会有更多进步的空间 等待着我们一起去学习去感受 我呢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呀 去实体店体验一下 或者是花点钱租一台 多试用那么几天 听别人说不如自己去感受一下 喜欢不喜欢一摸就知道 自己呢是最清楚答案的 有些东西一拿起来真的就放不下了 实在是解释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想给它留下来 那我们就把它理解为爱吧 温馨提示 去店里去体验的时候呢 别忘了带上一张自己的内存卡 把这个照片呢拍到自己的卡里边 回家放电脑上慢慢看 然后呢试试去后期一些 通常店里啊是不会拒绝这种行为的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如果您也在使用复视相机 或者打算加入这个小团体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